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上一节课我们增加了一个手机号的确认页面 今天我们就实现手页的里边有一个测栏展示的页面 首先我们看一下效果 就是点击手页上面的一个按钮 会弹出用户中心 这是侧边栏的一个效果 再点一下它就会收回去 我们主要添加这个功能 好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这里边呢 我是把我们的首页已经添加上了 是我们的一个首页 我首先这个按钮我们就随便先放一个按钮 放一个按钮 点击这个按钮 会把左边的这个用户中心的页面来弹出来 然后再点击其他地方会收回去 好我们上一节课呢 我们在验证手机号的这个地方 这里边验证成功了之后 这里边如果我点击返回的时候 这里边我增加一句 或者验证成功之后 我们显示我们的一个首页 show home 我们直接在这里面添加一个 pg pg 这里边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给一个light pg pg 这里边呢 其实我们看我们这里面有没有一个show home page 我们直接在这里面添加一个 show home show home show home page light page home page 这里边我们就把我们的 这个 window 再把它显示出来 home page 好 我们这里边呢 可以就这样 这里边直接来调用 连统称呼之后呢 我们这里边写一个函数 form select afterdelay 这里边我们设一个 crectl home page object layer 这里边就一秒 一秒钟之后 啊 这里边app delegate light pp 这 或者我们这些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shared delegate pdj 好 这样我们的首页就显示出来了 然后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好 这里边注册下一步下一步验证 这里边我们输入几个验证码 1234 这个里边我们看一下 这它是一个导航栏 所以我们就加一个 你来一次 在这里讲 我们加一个导航栏 在我们的appdelegate 把这里边 cutlightanywaypage uinavergation root 然后page 好 有一点卡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样我们再运行一下 1234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页 首页已经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看我们这个页面 我们把它往下放下 或者是我们再把它去掉 在这里边添加一个 给导航栏添加一个按钮 sight 比如我们就叫left select select 是不是左边我们选择 pulse 好 select 我们看一下 就是 do show 点击它 来显示左边的这个页面 然后记得加一个引号 1234 好 我们点击left 这边就会出来一个left的这个页面 这里面呢 就是用户中心这个页面 我们再点收回去 这是这个页面 我们具体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的一个实现 这个我们 这个其实我们再整理一下 正好再整理一下代码 这个我们就不设成引用的了 我们这里边呢 就是处置化 这个back controller呢 就是我们点击 点击 点击这边的时候 进行的一个隐藏 这是一个控制的一个机 隐藏的一个控制界面 是不是显示了左边的一个按钮的一个标志 这个就是add back 然后我们这个添加了一个 这里面是中载的几个出生化函数 然后默认把它选择false 显示出来之后呢 我们添加了一个left view left view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left view 可以把它跟我们的back view放在一起 这里边呢 如果为空的话 我们这里边设置了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是多少呢 是80 我们可以设置100 这个位置呢 其实就是这里边的 这个的大概的一个距离 大概是100 默认的左边的按钮是不显示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是负号 然后yds呢 也是减去了这个 它左边的这个宽度 然后设置它的flame 然后color 然后把它加到我们的 navegation controller 无意有上面 添加了一个左边看不见的一个按钮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其实就是在这个页面的左边 它隐藏的一个left 会有 这是默认不显示 back control 就是我们点击出来之后 点击这边进行隐藏需要的一个空间 它的一个alpha值 然后给它点击的 点击之后 我们就tap center显示中心 这是执行的一个select 然后把它进行一个添加 这是两个 do left 是不是显示 如果没有显示左边的 那就是显示中心 这个面板就是我们的首页 否则就显示点击的之后 就显示我们左边的一个页面 点击中心的时候 执行的一个时间 这是这两个 那这个呢 就是进行了一个显示 左边或右边设置这个 微有的一个属性 包括它的shadow color 还有一个不透明度 还有一个偏移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函数 我们在OC里都会写了 然后把它移植到了一个swift里边 就是这种写法 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两个函数 显示左边的面板 还有显示中心 中心这个面板 其实就是我们的首页 它执行的是一些动画 这是变量 然后执行的一个动画 就是一个frame的一个移动 这里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就是改变它的frame 这是显示我们首页的时候 隐藏左边面板的时候 执行的一些frame的一个改变 好就是这些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为什么要建一个left wheel呢 其实呢我们的这边是显示的用户中心 看我们这里面是空的 这边是空的 其实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代码进行一个分离 就是把用户中心了 我们建一个用户中心的一个页面 这里面先加一个用户中心 这里面我们选swift 用户中心的一个用户中心 然后呢 nice-base-page user-center-page 我们顺便把自由文件进行的创建 好 我们整理一下代码 好 有了这个用户中心了之后呢 其实在显示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添加到我们的 把这里边我们添加一个函数 żux 我们这里边就可以直接预先把我们左边的按钮 所有都要把它提前加好 所以除了加 Mik мен 为什么加LiveTable呢 就是我们除了加用户中心 如果我们以后想改变的时候 直接把我们这个函数里边的实现来改变一下就行了 如果我们以后想这里边不是用户中心了 想添加一个设置 这里面全是设置 我们只需要改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这里边我们可以设一个LivePage UserCenterPage 设一下Page的Frame View Rim等于 LeftView Box Set LeftView AddSubView 我把PageView 再进行添加上 如果我们想处理一些事件呢 我们最好把这个LivePageView 声明成一个变量 否则它出了函数 Ctrl就会销毁 所以这个Page里边的事件呢 就不能处理了 所以我们最好声明一个变量 UserCenter 可以出售换为空 我们这里边就显示 这里面再订一下 UserCenterPage CenterPage 好 这样我们就添加上了 好 大家可以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注册 一步一步一步 1234 好 这里面其实就添加了我们的一个 UserCenter 为有 隐藏 好 我们再看一下 CenterView 添加完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在单独在这个里边设置我们 用户中心这个页面了 为了方便提现 来看一下 我只是把他那个图形 结了一张图 其实大家就是设一个黑色 把这些空间 把这些空间都添加上 实践 为了给大家演示的快一点呢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添加一个图 因为这边的宽度是100 所以剩下的呢 就是320-100 就是320-119820 这个图片的高度呢 你截出来的图是450 然后用这个就是如果我们不加这张图片呢 其实就是用户 就是我们大家自己呢 我们设一个黑色的背景 黑色的背景 然后就可以往这上面添加空间 所有的这些往上面添这些按钮了 大家可以去把这个界面去实现 其实就是这个 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意思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我们每次运行这个比较麻烦 其实我们 我们这里边为什么在 APDelicate里面添加一个收通配置呢 其实我们就是为了方便 用户登录之后呢 就是每次不显示这个引导了 然后直接显示这个 这是根据我们的业务逻辑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们把它写在APPDelicate里面 好 这就非常方便 看这里面就显示出来了 隐藏显示 然后呢 这里边比如点个按钮 点一些事件 它就执行进我们的设置页面了 这里边 我们就下一节课 我们可能会讲设置 所以我们这里面可以先给大家 把这个加上 其实大家就是拖一个按钮过来 然后把它盖住 或者是就叫设置 设置相关的一个图标 设置相关的一个图标 加上 这就进行界面的另外一种设计思路 好 这里边是设置 然后我这里边定一个想用设置的这个方法 按个 set 那就是set 这里边我们先打印出来的画 set 好 那 建立一下关联 好 我们看一下 设置 这里面就出来了 设置 点了设置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隐藏掉 这是我们 可不可以再 再去 给它里面细化 详细的进行一些实现 好 这个测栏的效果我们就讲完了 记得每次其实我们都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我是下来进行代码的一个提交 每次我们完成一个功能 其实都应该把代码 进行一次提交 防止我们 进行电脑起不来 可能我们数据的一个本地保存可能会丢失 我们增加 增加 增加设置 或者增加 左侧 编蓝 避免 这个描述的详细方便我们 以后进行一个版本的一个跟踪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 我们记得这是本地的一个提交 故事之后 是真正把这些代码保存到服务器上了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以前讲的gate 它可能有点有点慢 这个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换成uva那个图标 已经提交完了 这里的left 这就是我们左侧边栏的一个效果 好 今天的个人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